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很多人經常覺得我唱衰皇帝 醜化皇帝 讚任何一句 是嗎?我真的一個這樣的人嗎? 對不起 不過其實一直以來 我對朱元璋這個人 有一種很微妙的感覺 我其實挺欣賞他的 從一個乞丐做到皇帝 很厲害 而禎禎也是因為他以前的經歷 所以他對官員的貪污、腐敗 恨之入骨 其實如果說皇帝來說 朱元璋對老百姓算是很好的 他因為來自平民 所以他都會看衰民情 而他懲治貪污的力度和瘋狂 也是我很欣賞的一個地方 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研究了廉政公署 ICAC的制度很多年 這個制度三管齊下的那種 獨立行政機構式的一種監督 是我一直都很欣賞的一個制度 我曾經說以前包拯 雖然他不是一個獨立行政機構 但因為皇帝支持他 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一個很公正的審判 或者對一些案件的很公正的調查 這些人物或時期的這些事件的存在 其實對很多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有很重要的啟發 不過當然 朱元璋作為一個皇帝 反貪腐一部分是他需要做的事 亦是他要去緩解當時社會矛盾的方式 第二可能他性格上真的很討厭 深呼痛絕 這件事我真的不質疑 他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而第三部分就是他要鞏固自己皇家的勢力 所以通過這些名義去打擊一些當時的官員 去實行他對文武百官的恐怖統治 其實在最根本來說 亦是維護他的江山 以及維護他子孫後代的王權 所以這件事對他來說應該是一箭雙雕 一連幾集我們一起看看 朱元璋的洪武四大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究竟朱元璋做這些事的原因是什麼 在2012年的時候有一部電視劇 叫做《洪武大案》 楊覓有份拍的 很明顯是說朱元璋情治貪污的事跡 說到洪武四大案 第一大案就是胡偉翁案 胡偉翁是做到丞相的位置 做到丞相肯定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就在胡偉翁做了第七年成相的時候 也就是洪武十三年 他被張仔以謀反罪誅了九族 連家裡的朱拿和拉布拉多都死了 你說破壞胡偉翁 破壞拉布拉多和朱拿就算了 但竟然牽連了大批的開國緣分 還有超人迪家也死了 聽說最近不給看 沒有人再相信光了 這宗胡偉翁案 一共造成三萬人死亡 那什麼狀況呢? 胡偉翁做了什麼? 搞到這樣? 首先看看胡偉翁什麼事 他很早已經跟著朱元璋一起賺食 但仕途一直不太好 就是做一些小官 雖然說胡偉翁這個人 他不是早年朱元璋身邊的大紅人 大人物 但他很懂做官 很懂做人 尤其看人眉頭眼額的東西很厲害 他跟李善祥是鄉里 李善祥知道什麼了 明朝的開國緣分 所以他一直抱著開國緣分的大腿 因為李善祥的舉戰 他經常都會見到一張仔 例如會突然間在張仔面前路過 例如李善祥和張仔在拍攝自拍的時候 他突然間在後面的草叢出現 總之曝光率十分之高 明朝開張之後 亦做了一個四品的官 對比開國緣分來說 四品官簡直是垃圾 但他以前是做怨令仔 所以已經很勁抽 因為明朝開張 其實他沒有做什麼巨大的貢獻 就是平時經常露面 在合照上拍照 已經有四品大官 超值 但四品官絕對不是他的終點 他繼續巴結李善祥 終於在鴻武六年的時候 加官進鑿 做了右丞相 四年後更加踢走另一個丞相 汪廣洋 然後做左丞相 做到左丞相 已經在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官玩得這麼大 我都膨脹了 沒錯 他都膨脹了起來 胡偉雄也覺得自己 已經站在這個權力的頂峰 是今次塔塔尖的第二塊石 所以他人也開始招職起來 平時收下盔 收下賄款 什麼話? 你上朝的時候不和我打招呼? 炒了鞋 什麼話? 你上朝買麥當勞的時候 忘記賣我的粉? 明天你不用上班了 開始排除異己 不服從他的官員都被他趕走 最後是否吃得海膽多 膽生也不好 竟然越過朱元璋 直接升某些人的官 降某些人的職 甚至處決犯人 皇上 你的表弟被人替了冬菇 你知不知道嗎? 蛤? 有這樣的事? 張仔已經很不妥 而胡偉雄也繼續膨脹 他不知道張仔已經開始越來越忌恨他 其實胡偉雄剛剛當成相的時候 張仔其實也很喜歡他 因為這條仔很聰明 尤其是一些不方便公開 骯髒骯髒的東西 他也可以幫朱元璋搞定 哎呀 最近 白溫興家上朝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臉色不太好 朱見到他病得這麼慘 朱的心也很痛 但我不知道怎樣幫他解脫 我不知道你怎樣幫他解脫 唯雄你有沒有什麼好的計策 旺商啊 我最近聽說老鼠藥可以能醫百病 或者讓白溫興試試看他會不會好 太好了 你太知朕的心意了 事不宜遲 趕快拿老鼠藥去救白溫興 還有 幫朕問候家人 祝他們出入平安 所以朱元璋覺得胡偉翁這個人 挺好用的 但後來因為胡偉翁的權力越來越大 張仔就開始猜忌他 因為對張仔來說 他需要的是一部手動波的汽車 而不是一部自動波 甚至是自動駕駛的智能車 他不要一些可以善作主張的路財 當初胡偉翁的前靠山李善祥 亦是似著自己元老 太過自以為是 最後張仔才叫他回鄉下養豬 哎呀 走了李善祥 你又把胡偉翁弄出來 而且這傢伙不是自動波 是特斯拉來的 會自動駕駛的 嚇到朕了 但是朱元璋看的東西更加深層次 他不是想脫去胡偉翁的人 而是想借著胡偉翁的案件 脫去他的心腹大患 是甚麼呢? 承相這個官位 話說這個承相制度已經延續了一千多年 這個制度對於皇帝來說 是分走皇帝權力的 張仔心想 哎呀 江山是我老朱家打回來的 連皇宮那條龍都是我自己刁出來的 你說分啊分啊 甚麼事啊 大關鍵是這個制度已經很久歷史了 無論是大臣還是民間的老百姓 對於承相的職位也是很在意 所以不是動就動得到 一定要想一個很好的藉口才可以 所以胡偉翁就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朱元璋藉著打擊胡偉翁 也找到一個撤銷承相這個職位的辦法 胡偉翁也不知道皇帝想搞他 繼續以為自己是第二把交椅 然後還犯了一些皇家大忌 就是所謂傑黨刑司 他開始拉幫傑派 找到他之後 喂靚仔 我看你的樣子挺漂亮的 給你一個五品官做吧 哇 你女兒的皮膚好白啊 給你一個六品官做吧 這群人有福童響 有爛同當 馬克打麻雀 觸摸腳 有一批眾神 也是加入了他的徽下 而加入了胡偉翁的徽下的人 在朝中可以橫行走 最後還把李善長拉到水裡 這個很明顯是捧殺 朱元璋很適用這件事 搞到胡偉翁很開心 春風得意 就連出街 家燕姐都會在你後面 跳十字步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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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仔其實一直在旁邊 看著這傢伙如何作簡自博 話說到紅武十二年 都城應天府 發生了一宗法拉里斯基 因為飛車搞到死了人的交通事故 那誰死了呢 哎呀 胡偉翁的兒子死了 那你就知道 成相的兒子死了 胡偉翁一氣之下 沒有通知任何部門 立刻當場殺了馬夫 很明顯這件事搞大了 張仔聽到有件這樣的事 就叫胡偉翁解釋一下 你怎可以未審先判 亂殺人的 怎知道胡偉翁還理直氣壯 這個刁文 沒有家招就開車 殺人甜命天公地道 死又如辜 頂他的肺 那朱元璋拍完手 沒錯 殺人就要甜命 喂陳老師 為何朱元璋是鬼佬口音的? 不好意思 走錯片場 沒錯 殺人就要甜命 滿意了嗎? 胡偉翁也不明白朱元璋在說什麼 因為這幾年朱元璋沒有遺難過他 他想怎樣就怎樣 由他做 所以令到他自己 都認為自己 已經是第二皇帝 所以朱元璋跟他說 殺人甜命 他還未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張仔再意味深長地拍了他的屁股 然後跟他說 殺人甜命 然後胡偉翁開始害怕 他終於知道 在旁邊拍他屁股的這個皇帝 以前在打仗的時候 是在屍體堆裡面爬出來的 你以為他惹小嗎? 你以為你之前做他的事 他不知道嗎? 你是不是不記得他身邊有錦衣衛的? 而且以朱元璋對身邊的所有東西的掌控力 他憑什麼 他為什麼要縱容胡偉翁的行為? 胡偉翁想到這一點之後 他馬上拿了屁股 然後垂頭喪氣地走回家 回到家裡換了一條底褲之後 他便知道今次出事了 過了沒多久之後 朱元璋很快便對他下手 話說當時越南 尖城國 派了史捷過來南京進攻 但是胡偉翁竟然沒有告訴朱元璋 而是叫那個史捷在客廠住了一個多月 你是越南來的嗎? 你進攻的吧? 去台自動櫃圓機 按個號先 等人到你便會哀號 A1011號使者 請到1號櫃台進攻 大佬 這些很明顯就是外交事件 朱元璋知道這件事之後 罵了胡偉翁和汪廣陽 但是雖然說是這樣 朱元璋是把這個罪過歸咎給禮部 最後禮部又說不關他事 是中樞省的問題 於是朱元璋很生氣 直接處死了汪廣陽 然後囚禁所有與這件事有關的官員 張仔說 不要緊 不是你就是他 反正都是這群人搞出來 全部搞出來 一定沒有殺錯人 由這件事之後 胡偉翁也不再受朱元璋的信任 張仔還在想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 搞死他 當時有一個御史忠誠叫陶志 御史忠誠? 對啦 沒錯 就是阿溫仔 劉伯溫之前的職位 陶志在胡偉翁的派系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找一些水軍 發動輿論攻擊 去你的微博留言罵爆你 這些全部都跟他有關 他見到胡偉翁快到game over 為了將功補過 出來舉報他 老屈他 說胡偉翁謀反 張仔聽到他這樣說 開心得睡不著覺 我都忍得你久了 胡偉翁 於是立刻夾走了胡偉翁 也判了他的豬狗族 連他家的豬拿 拉布拉多都捉了 而胡偉翁的黨羽 也是一網成琴 這場胡偉翁案 拉開了罪目 從紅毛十三年案發開始 一共判了十年 死亡人越來越多 與胡偉翁有過一些關係的人 都是與他共赴王全 這個人 曾經在胡偉翁家裡經過 人來 隔去他官職 拉不是他老母 當你以為那個二五仔 陶哲 可以獨善其身 想太多了吧 他是與胡偉翁一起 在營場處死的 陶哲 你去營場看看胡偉翁 如何死吧 好的好的 陶哲 不來了 不如 與胡偉翁一起死吧 最後這個權傾朝野的 成相胡偉翁 就是這樣 不知為何突然間 而這個結果 亦是張仔最需要的結果 在胡偉翁死了一個月之後 朱元璋 撤銷了一個延續上千年的職位 成相 亦解散了中樞省 進一步鞏固他的王權統治 令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當你以為這一切都結束的時候 然後 胡偉翁案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你對朱元璋的所作所為 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你來評論區 和我分享你的觀點 好了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 講講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